细菌竟然进化出了马达 而且每分钟能赚15万转 连人类制造出的最高速马达都无法企机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细菌马达 眼前这个高速转动的机械式结构 可不是什么人类制造的精密仪器 而只有170多个蛋白质亚基组成的细菌编毛 由于其高速的转动能力又被称为编毛马达 这个高速转动的编毛马达位于细菌的尾部 通过它的转动机而带动尾部编毛的旋转 就像是给潜水体一样的细菌 装上了一个高速推进的螺旋桨 其产生的动力可以使细菌在一秒之内 就跑出比自己身体长100倍的距离 如果放在人类身上 就相当于一秒钟至少可以跑出100米以上的距离 这可比陆地上最擅长奔跑的猎豹 还要高出好几倍的移动速度 更让人震惊的还不是其能够产生如此之快的速度 而是便把马达精巧的结构 居然高度和人类的飞机发动机相似 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精密的生物分子引擎 并且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世界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吗 大自然真的能够在如此微观的环境下 通过分子的组合就演化出这么复杂精密的结构吗 要知道目前已知的最小细菌只有0.2微米 也就是200纳米左右 而一般的细菌也就在0.5微米左右 也就是说比细菌更小的鞭毛马达 以及其中更微小的组成结构都是纳米级别的 而这不就是科学家心心念念想要研究制造 但是自然界其实早已就存在了的纳米机器人吗 事实上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上 人类早就知道了大多数细菌是存在鞭毛的 大概有70%左右的细菌都会存在这样的鞭毛 但是之前由于显微镜被述的限制 人们完全不知道鞭毛与细菌本体之间 竟然还存在着一个类似马达的传动装置 直到高倍数电子显微镜的出现 才让科学家们在观察沙门氏菌的鞭毛运动时 揭开了其中的运动机制 也才进一步探究了整个鞭毛马达精密的组成结构 而这一探究不要紧 更是让科学家们发现了该结构 实现能量百分百传递的秘密 也在震惊微观世界神奇的同时 更意识到了人类目前认知的曲线 细菌鞭毛马达的结构究竟有多精妙 其中竟然还暗藏磁悬浮轴沉 怪不得能实现百分百能量传递 秒杀一切人造传动装置 当科学家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 探究出鞭毛马达的具体结构之后 就会发现之前在生物医学上 将鞭毛定义为细菌随意摆动的尾部 是有多么的浅薄 这是因为细菌鞭毛的运动 不仅不是随意摆动的 而且是严格按照能量转换 和力学传动结构来的 首先是鞭毛马达上的质子崩 会通过运转氢离子的方式 让自己转动起来 这样就能够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进而传导下去 当然这只是动力传导的第一步 也是鞭毛马达精妙结构中 最基础的部分 当能量被质子崩导出之后 进行承接的结构就是内磨环 其被质子崩通过增加 或减少扭矩的方式带动起来 然后再通过接头装置 带动鞭毛的转动 同时联动杆上的内磨环 外磨环和周制环 则是通过电池力的方式连接运转 没有类似人造机械装置当中的轴承钢珠 更像是一种磁拳服饰的轴承 这所带来的好处就是 能量传递能够百分百不损耗 因此细菌鞭毛马达的近人之处 不仅在于其转速已经达到 每分钟15万转 远远超过了人类目前转速最高的电机马达 每分钟10万转的转速 更重要的是 其度能百分百传达的效率是 人类制造的机械 怎么也无法企及的高度 目前人类最先进的马达 已经能够实现92%的能量传导效率 但是也就是这相差的8% 可能想再往前推进 哪怕1%都很困难 但是在细菌身上就能够轻松做到 并且是天生就有 不得不说大自然这样的凡尔赛 实在是令人类社会的科技汉颜 除此之外 编炮马达的结构中 更让人觉得离谱的是 其竟然拥有两块类似离合器的装置 能够使得相应结构在转动的过程中 通过反转实现停止功能 可以说这个编炮马达 已经将什么是麻雀虽小 五脏巨圈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在我们惊叹之余 也应该庆幸这样的发现 为未来生物医学的研究 以及纳米机械的研发 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